主要是我每次來親家都帶一個沒有來過的同事過來 然後我發現我用兩種方式邀請的結果會不一樣 有一種方式我直接丟給他 你看KATIP請你進來訂票 然後當他點進去那個什麼說明的時候 他就會開始離航很久來有點恐怖 還是不要來好了 然後後來我就直接說你來吃東西 然後就來了 所以這個大概是 的確是這些東西怎麼樣可以做得更好 我相信這件事情會是超級超級超級重要的 然後我剛才Eva剛才講的比較快 我補充了 因為他這次的演講 其實他有個前稱是他在GNV Summit的時候 有一個很精采的演講 跟ETVLU一起合作 叫VLUPAVLU VLU 然後PAPAVLUPA 大家可以搜尋一下 然後做一個跨界亮表 因為Eva是從一路GNV誕生到現在 看著大家長大 就是 所以我覺得他的那個那個敘述是真的 那一場演講非常非常推薦 就鼓勵大家可以可以來看 好那今天的短講大概中逢到這邊結束 兩件事情就兩個時間點 大家剛才有聽到嗎 跟著明天有那個開放台電的黑客送 然後8月18號有基礎建設那邊的送 然後還有可以買個新書這樣子 好 那我們就通常休息到這裡 好謝謝 那我們最後就是下午5點多的時候 再回來那個生活發表 拜拜